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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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昨晚这个梦很不好 不香 贴在南墙 把他想贴到南墙上了 太阳一照 太阳一照 变为吉祥 我看见 你说你笑不笑 他做个梦 不香不好 他心里烦恼 把他写上了 贴到墙上 太阳一照 不好就变成吉祥了 这就是妄中之妄 他每个人都是啊 讲起来好笑 你自己想想你做的梦吧 你闹到好几天 本来没有 也有预感啊 这边有预感的 你做个梦 做个梦 就我吧 我说我自己啊 我做个梦 别人把我关起来 我得甘子做的命 到康定就把我关起来 是假的 是假的 是真的 梦是假的 关起来还是假的 把我放了 放了也还是假的 现在活着 还是假的 懂得这个意思了吧 一切入梦 轰炮 一肉一腹 煮羊燕 别人很渴 羊燕太阳照那地 反正那气体啊 看着像水似的 你想到 到下面就有水喝了 干到那儿 叫羊燕 不是水 就是 与此人 把假的 当成真的 咱们的生活 金刚经 告诉咱们 一切有为法 入梦 煌炮 如肉 如电 应做入室 管 那咱们这生活 咱们现在 所有的学习 乃自 听法 文经 这是真的吗 佛歌说的 一切有为法 但是在有为当中 有个无为啊 对着有为的 是无为 金刚经 是讲无为法 那你见到 来认识的话 你有任何觉悟 我们这个觉悟 没有自己 被生起来 是因为 佛的教授 因佛的教授 告诉我们 传授给我们 要么产生 这么一种 运识 运识 运识一切法 入梦 黄泡 就像那 遇死的人 住阳烟似的 有自会的人 他一看 那是阳烟 为什么 太阳照了 地气升去 那叫阳烟 如是在观察 有空 观察空 咱们观想空吗 广大 入法界 究竟入虚空 跟前都讲了很多了 你观察这个空 空 对这有说的 说上来十二元体 这些法呀 没有自性的 性体在哪里呀 性体是空的了 性体是无相的 不是讲无相 无作 无愿吗 这是在性上说 性的本体上说 观空就是观察性 如是你观察性体 这十二因缘法都没有了 一入性体了 观察了 离开相 见性 因为原性 原性 离相 得到无相 一切入法是希望的 不要愿求 无所愿 菩萨要立于众生 虽然入世观 保众生 不了解 众生不懂的这种道理 不是由慈眠众生 行大悲 给众生说法 立于众生 让众生 也能进入 你贪着 任何事物 把他看破 放下 对着他 对着他 我经常跟大家讲 特别有病的时候 不要帮 不要帮病的忙 怎么叫帮病的忙呢 重助长病的身体 我跟大家讲过 讲过 病啊 只有五六分 你一帮他的忙啊 他变了八九分了 很难得治得好 很难得治得好 不过你把他病 身体都是假的 假中之假 别把他当成真的 这样克服的观念 克服你的病啊 效果很大 我们中医啊 中医跟西医不同 中医他治你的心 先治你的心病 然后再治你的心病 中医呢 中医的药呢 讲究君臣 着实 是种 当然拿了 抓了药了 主要的 宗药都是很多种 他不是单打医的 需要呢 有身病 就给你单打医 他不管你别的 肺病 肺病 治肺的钻钻钻钻 是不错 但是肺治了 伤肝了 伤别的部分了 中药不是的 中药他想君臣 如果死 他的药下去 不是一下子 把你组病 就治好的 他旁的 不伤害其他的精卫 是中药的特点 需要不善 感冒了 吃个阿斯皮林吧 发发就好了 中药不是的 起码给你 开个一二十味药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把它形容到 你修行的当中 你惯想的当中 也应当入室观呢 观什么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空的 不过你把这个身体 关空了 关假了 他的病啊 影响不太大了 病只是病 心里不帮忙 我以前好远跟大家讲过 一个人还答备 后背啊 后心啊 那个皮肤长个疮 他疮烂的 怎么治也治不好 从这 烂的也都看见 他那个心脏在跳了 后人都看跳了 医生没办法 那医生呢 如果智慧学 就是现在的 跟他说 说你这个疮啊 不要紧啊 我很快就给你治好了 他说你臀部啊 还要长个疮 那时候要长了 我就没办法了 治不好了 那就算你死亡的 就快到了 那这个病人一天啊 他就把他这个打背忘了 回去天天摸他那臀部 哎呀 可别长疮 可别长疮 他那心呢 就住那儿 把他打背疮 这个火 引到下面去了 果不其然 没得几天 那么长个大疮 长疮了 发炎 发疮 发红 再一下他吓唤 那医生 他说这我该死了 你给我喝点药啊 让我别太痛就行了 医生 再等两天 再等两天 你给他贴点膏 要回去了 又得两天 更重了 重得更大了 医生 才跟他说老实话 说以前你的打背啊 我没办法治了 那种疮 都烂到心 烂到看得心了 说你这个 这个垫 臀部上肉厚得很嘛 他烂了有什么关系啊 离心脏很远 他不死了 他说这事呢 你打背定了 打背已经了 消失了 长了胳膊又好了 现在呀 死不了了 这我敢给你开刀 把能啊 把火放了 我给你贴点膏就好了 我们的人 人说 入梦欢泡 要么不要太注入现实了 没有真的 光明立落 财财 乃至生老病死苦 你把他当成一个光 一个影子 不要太执着了 重要的毛病 咱们有根本毛病 就是执着 不是我的 执着是我 所以你才让你观空 观一切法皆空 缘起之法 没自性 没有像 得到无像 了之许枉 无所愿 什么都不求 人倒无求 贫自高 自己的功名财富 都不求 但是你还要求一个 觉悟 对着虚妄 了之虚妄了 要找个真实的了 什么之实呢 就是咱们真心 法界的真心 同时呢 还有 利益众生 众生不止道 入梦欢泡羊 除了无慈敏众生 菩萨他的目的 就是利益众生 上就佛工 以此来 大肆修行 谢陀们 就是菩萨所修的 谢陀之道 转移大悲 求佛法 因为要大悲心 观众生苦 说上求觉悟之法 佛法 佛法是什么呢 佛是印度化 叫佛陀也 翻中国话 有觉悟的觉 明白的明 说我要想达到觉悟 达到明白 那你就得学觉悟的方法 你跟人说佛法 他是迷信 他说你迷信 你跟人说 我有个方法让你觉悟 让你明白 学明白的方法 该不是迷信了吗 这就叫 学佛法 求佛法 我求明白的方法 明白什么呢 明白十二爷爷 因为什么我糊里糊涂 因为你无名行运动 所以你就把你糊涂了 无名本身就是黑难 黑难跟光明 两个相对的 觉悟的方法 光明的方法 就是破除黑难你 黑难一破了 你不就入道了吗 空散妹门俱白浅 执著有位 合合作呀 说一切有位法 不是孤立的 都是合合而生的 这就是十二爷爷爷法 无名原行 行原始 一个 阴能生起 其他人助法就助成 圆能助成 有阴生起了 圆给你凑合成了 这就合合做成了 这就有生死了 了生死 你也得翻过来做 要内流吗 内流吗 你明白了 有个觉悟的方法 破除这个 要修不容 从门破无名的 黑难 我说光明一照不就不黑难了吗 说一千年的难时 我点着蜡烛 我划个火 拿个现在电筒 一照 千难黑难 一时顿破 千难黑难 一下子光明就破了 说无量节的黑难 等那一觉悟啊 佛所教的方一觉悟 无量节就是现前一念 一念光明 能碰出无量节的黑难 这一千年的黑难 你拿起 划根火柴 点个蜡烛 不就破了吗 黑难没有了 空财妹们聚百迁 无相无愿以福言 三妹殊胜 三妹呢 一般说定啊 总持法 总物 总一切法 此无量意 三妹呢 又是你干什么事 做成自然了 就成就三妹了 就在人生当中 这些个三妹的事 很多啊 你看那瞎子 没眼睛的 他做什么事 他拿什么东西 他都能拿 在他那个屋子里头 他想拿什么 他都知道 他到那就拿到了 他成了三妹了 惯例 等外头就不行了 给他讲个故事吧 一个蒙北方漏煎饼的 大家知道 编程称子 王羲兹是书法家 晋州书法家 他那天得盖上散布 他看见一个 一个老太婆 烙煎饼 他那咬一瓢那个 就拿那个面粉糊糊啊 把那做成面 我们北方都是小美面 把小美磨成粉 打成姜子 姜汤 他问那锅 身上一倒 这一瓢 到那锅上 他拿那个 拿那个 那个板是一个带个瓣的 前面一个横 横的小木条 这么一顺 那一瓢 姜姜就是个 就是那个小饼 小饼锅子 他没有盐的啊 大家看那腰八层 没盐的 还是向下流的 但是他不让他流 一边咬瓢 一边这 这个手拿着瓢 在后头就带那瓣 瓢一倒这么一烫 就是一张肩饼 这不为奇 他后头有个小薄角 装这个肩饼的 他这么一烙 一烙就这么一甩 肩饼非常快 很薄的 一烙一甩 他说我这算什么 王先生 王熙子写的字 那才真好呢 字字都如是 比比都如是 从此王熙子不写了 直到他的字 连个卖饼的老婆婆都知道了 成名了 古来人成名就不行 在这 在这菩萨柳生死 我看这个一样的习惯了惯例 我看这种叫惯例 为什么叫惯例呢 我那小时候 七八色 我看那个骑自行车的 那这我们那就有自行车了 在那坑里头就转转 演戏法的啊 说把戏的 那我看这狠骑啊 平地我骑不好 他那坑里头就这么转 那车子 他人也不倒 车就这 大家看过没有 还有那练这个技术的 大一点才懂得 这就惯例啊 惯例 母众生造业啊 不讲学 不讲学 你看那小孩 不会说话 他爬 他要他那东西 我看见没有那第三代 我亲说 小孩 不会说话 他见什么都搂着 都搂在那里 不许别人动 别人一动他就哭 还不会说话 敢他说我回话了 小门叫牛 那你拿什么 他都不让你拿 那这是牛牛的 这是牛牛的 谁教他的啊 这就无名 全身带来 我知 我见 我慢 这都是我的 要想破除这个呀 你要修行 你要从入室下手吧 经文所说的义例 你还不懂 你断太耐啊 越是你耐的东西 你把它看破 放下 最初很勉强 又是不耐 不耐 这个本事 我们凡宗 比丘 比丘 你都有这个本事了 放下了 出家了 不耐 第一步 还有第二步呢 行为上还能做得到 心里可难了 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 你从心里头 不耐 我看我们好多道友 手露也好 干什么也好 中药个好 担担鞋呀 捋着衣服啊 赶脚症 不装眼 我说你脑壳都贴了 你想装眼什么呢 你还能擦眼的抹粉吗 打点口红吗 那个真不会了 但是你头头衣服 看一看 磨蹭磨蹭 习惯了 就有惯例 互相观察嘛 你观察到他观察你 好在我们现在 我看我们这边道友还没有 有些人出门先照着镜子 你照什么嘛 我跟一个道友 跟开玩笑 我是照妖镜 他什么叫照妖镜 我原形必现 照吧 照的原形必现 不要把佛法的享用甚深 那享用甚深你修不进去 从你日常生活 昨天我跟大家讲 多念念净行品 对照一下 对照一下 小灾免难吗 你天天要想求灾难 怎么能小灾免难呢 我说是大家可能反对 我求什么灾难呢 哪个人要求灾难呢 但是你做的事就是求灾难呢 不是说你想你想不会想的 谁都想求幸福 想求幸福 做的可是灾难的事 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说明明要向南辕走 你跑到北辕去了 这是南辕北辙 你要想拖灾难 你可要做灾难的事 灾难能免吗 想脱离灾难 别做有灾难的事了 这个大概该明白吧 说你看破方向 生活当中 不要贪恋 但是无量接来的 所积累的习气 这叫习气 不由自己 这个我吃的好吃 主要多加两口 那个不好吃 不耐吃 一块子都不加 人人都是事 先从人生生活中锻炼 空三妹们呢 对啊 就说百千 你怎么能练到 入空三妹 关一切法空 关一切空 成了三妹了 看什么都是空的 就在成三妹 关一空三妹 一切法无限 在性上去去 不在性上去之中 不贪求 就无怨了 也是这样的行业 多人顺眼 皆正上 泄脱智慧得成满 这才能达到泄脱 才能达到智慧 福与深信多共佛 与佛报纵 修习道 我们现在 信仰佛 要深信信 多共养佛 就是你啊 多向觉悟方面求 多求觉悟 佛就是觉悟 但是 有深深达到 这个所谓多者 咱们前面讲的念 念念不断的 念佛 不是说 你要啥拿什么东西供养 就是 以念佛供佛 就是念法供佛 念身供佛 以你念 来供养佛 与佛教中 修习道 在佛教授当中 教授们 修习道 道是菩提 就修习菩提 经常把菩提 就说成道 道就显示菩提 就叫 菩提道 菩提道呢 就是佛道 佛道呢 就是觉悟 觉悟 其实是菩提 菩提 其实是觉悟 得佛法藏 争善根 这样子 善根 逐渐增长 真正入到了 觉悟法的当中 入金流理 折 所摸荣 金子 跟流理 用拿流理 摸金子 金子光亮的 特别大 拿流理 来摸波 如也清凉 被作物 月亮是清凉的 加倍一些重物 加倍一些 加倍生长的 植物啊 动物啊 加月亮的清凉 成长 四风来处 无能坏 就是前头讲的 四季风来接触你 坏不了你 此地菩萨 超摩道 咱们这四季风 是指摩道说的 说这个六地的菩萨 超过摩道了 也能熄灭众生 烦恼的热闹 此地多作善化王 都化乐天作天主 化度众生 此地菩萨 勤精进 一登了地的菩萨 都是永远精进的了 没有懈怠的 从初地就没懈怠的 三贤位的菩萨 就不懈怠了 但是 精进度 这个精进 懈怠的 说心 不离开菩提 心不离开法 心不离开语 心不离开波容 念念不离 所以就勤精到 怀入三美百千亿 三美就是重词 学什么会什么 学什么得到三美 一见要干 无量佛 说见一切佛 终日念佛 希望见佛 一定能成佛 比如说 圣夏空中日 说夏天的太阳 现在太阳什么呢 破黑难 光明的时间长 黑难时间短 就是天气要亮地早 黑的难 大多数都是光明当中 这种道理是形容词了 形容词了 那个光明形容智慧 听说 夏天的太阳啊 能破你的一切的烦恼 破你的阴寒炸 甚甚微妙 难见之 说这种道理 很深的 很微妙的 说二成人 没办法知道 生活远就不能聊 现在 这是给第六地 菩萨说的 如日菩萨 第六地 导致 金刚 帅 跟谢托越 菩萨说 现在 我跟你解说的 是菩萨 第六地 我为佛子 所以宣说 我现在给你把第六地 就是菩萨的过程啊 跟你说完了 第七地 你这都不是说完了 就跟说第七地了 第七地 就是远行地 那叫缘起相应会 第六地 是否 叫缘起相应会 就住在这个 缘起相应会上 源于 血面因缘法 尸体 十二因缘 这有叫做 加行有功 无相助 还有功 有功用 就无相助 这都记在菩萨的 第七地 七地 前地 就第六地 所住的 无相 无相 能认这无相 无怨 无作义 更能争生 不间断 不缺 令他满足 满足 才有远行地 前地 没满的 现在此地 给他们远满 这个地方 清亮果实 引证很多 微诗论 解身 内经 诗 大乘论 好多经论 引来 说明这个问题 什么这个问题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远行地 说此地 什么叫远行啊 达到无相助的功用 达到无相助的功用 无相助的功用 表示小成 身为远觉的过患 因为此地 因为此地 跟远觉相似 但是 容易不同 一个立众生 一个不立众生 是威士论上 所说的 解身 魅经上 说的 能远住 若以无缺 无相 能够远住 远正 若以无缺 无间 无相 与清 应地 行临近了 将近 成佛了 故于远行 地地 相成 没有僵缺 不是中间断 没有 不断 相成 前头 行到第六地 到其地了 很远行 就走的路 很远 才到的这 这就前说 往后说呢 从第七地 到八地啊 很难 所以就远行 这是解身 魅经说 舍大成论上讲 说 有功用道 无功用道 这已经将近于 无功用道 无功用行 思心菩萨解释 一切相 再不能动摇 再不能动摇了 说远行地 不能到此 已经 一切法无相 在相上 不能动摇 所以 所以这叫远行地 远行地 不动摇 说这地菩萨 往后位去 到八地 在此功用的边 达到无功用 同时 同时 在前头的十柱论 十柱论的第七柱 第七柱的菩萨 跟这个第七的菩萨 相似 十柱都叫相似了 三相位都叫相似了 能走远路 向远处去行 就是从其路 走远路 达到无相 离藏 无相了 离去藏览了 人望这些 后果人望 就是远到远地 说从很远的地方 到达 达到远地 又能去远行 至地八地 达到无相 都解释无相离藏的含义 说诸法常重 而无相 达到这样的地步 那 何名为远行地 就说的修行功力 说的修行功夫 前队到了 波罗 波罗密 成就了 但是三小方便会不弄 所以 还有个方便 波罗密 为什么华眼睛 开十 开十度 那前到六地 一至六地 就是 不思 慈禧 禅的 隐柔 精进 禅定 智慧 到六地 缺乏三千 方便 三小 到七 虽然去除了 六度的根本了 但是 从 波罗 从慧度 波罗密 开个 方 愿 力 再打智 方便 三小子 成就了 所以这个远情地 又叫方便 波罗密 方便 波罗密 这咱们练经文 此时天众心的欢喜 三宝成云 在空中 普发 种种妙间声 告语 最圣 清经者 了大圣意 至自在 成就功德 百千亿 人种莲花 无所捉 为了群生 演身形 这两个祭奏 是祝天 赞颂的 赞颂要想请 请金刚 丈 菩萨 说法 说远行地 菩萨的行为 这些话 是天上的 赞叹的言语 正在 这个实话 就是这个实话 四十 就是 金刚 丈 菩萨 要说 第七地 远行地 的实话 华乐天的 天壮 这个天壮 都是华乐天壮 在他这说法 他们心里 生大欢喜了 所以 把天人 所有的宝物 供养菩萨 散在空中 华乐天 是在空中 不是人间 不是地上 所以在空中 坐 他所散的宝 就像 云云看的云彩一样 但是 所散的宝物当中 发出阴声 菩萨 种种妙阴声 这叫天宗 发的妙阴声 祝宝所发的 妙阴声 宝能发阴 那菩萨的 大慈悲力 告一最圣 清净者 成这个金刚 障菩萨 是最圣 清净者 了达圣意 自自在 像金刚 障菩萨 那是等候的菩萨了 等觉 菩萨了 将近 成佛了 圣意 只是地 其地 其地所演出的 圣意 而且这个菩萨 能演出 其地的 他所达到的圣意 已经跟佛相似了 这些个都是 果位的菩萨了 金刚场 金刚杖 说的 十地 菩萨 这十地 都是金刚杖 不是圣意 说的 成就功德 百千亿 说你的功德 要大得很 要有数字 百千亿的 人众莲化 无所拙 为了群生 演身性 请你 说这个 甚深的 菩萨的 他们的修行 他们的功力 你虽然在人中 就像那莲化似的 你是一切都不自作了 人中莲化 无所拙 说 形容金刚杖 菩萨 就像那个莲化似的 无眼 无眼 大菩萨 在众生当中 度众生 就像莲化似的 他不眼臣 菩萨在众生 度众生 不眼众生 不像众生 互相有感情的 菩萨没有情感 只有慈悲 慈悲不是感情 假使慈悲 有感情 那就耐见大悲 这是般若的大悲 智慧的大悲 放大光明 照佛神 这个放光照佛神 是说 这些大菩萨 他的光明 当同于佛放光 佛神 是菩萨神 菩萨神 是佛神 佛的光明 是菩萨的光明 菩萨的光明 是佛的光明 照佛神 照的是觉悟的神 以善最像妙相云 普共 出有烦恼 这 这些个天人来供养佛 佛本说法 但是佛在座 佛在座 这大菩萨说法 佛都有佛在座的证明 因此天人在空走 放大光明 以这个光明 来供养佛的神 供养毕露中等佛 会会佛都在 每位佛的佛 佛都在 佛没说法 证明啊 天人供养 先供养佛 以后供养佛 佛子 出有烦恼者 一切没有忧愁了 没有烦恼了 这些个大自慧者 志气发身 志会身 气候的发身 就讲到这里了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发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时机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贡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诗赐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 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哈利与海豚 海湾边的山顶上 一位画家正在那里写声 而他身旁趴着一只狗 哈利怎么样 这里的风景不错吧 小狗听后看了看画家 然后摇了摇尾巴 这时候两位居民走了过来 哎呀 这画画的可真不错呀 是啊 如果海湾里再出现那两只海豚 就更完美了 哦 这么说 这里真的有海豚出现 我也曾听说 在这里有一对海豚 可是却一次也没看到 你来晚了 不会再看到那对海豚了 为什么 前段时间 那只熊海豚身壁死掉了 只剩下那只子海豚 经常孤零零的在这里徘徊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看 那只海豚又来了 画家听后站了起来 朝海面上望去 他身边的那只狗 也从地上站了起来 和主人一起朝海面看去 果然远处的海面上 出现了一只海豚 他时而跃出海面 时而潜入海中 不多时 他便来到岸边 然后不停地在那里徘徊着 你们看 他又在海边徘徊了起来 自从那只熊海豚去世后 他便经常来这里 好像是在那里等待什么 或许他在等待着 自己的爱人再次出现吧 哈利 你要干什么 哈利扭头朝画家 汪汪叫了两声 然后飞快地朝山下跑去 画家站在山顶 看着小狗哈利 跑到了半山腰 一块朝海面突出的岩石上 然后朝着那只海豚 不停地摇着尾巴 并汪汪地叫着 海豚看到岩石上的那只小狗后 愣了一下 他一下子探出头来 朝着小狗 也发出了一阵阵海豚音 你们看啊 小狗和海豚在交谈呢 它们一个是陆地上的狗 一个是海里的海豚 两个不同的物种 怎么可能交流啊 这也难说 狗是通人性的 而海豚也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说不定 它们真的能互相沟通呢 突然 探身朝海里 叫着的哈利 脚下一滑 一下子从上面掉了下来 噗通一声 掉进了海里 哎呀 哈利 你别着急 狗是会游泳的 它不会有事的 是啊 它会自己游回岸的 它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 搞不好会受伤的 若受伤的话 如何游泳啊 然而 当画家和两位居民 来到海边时 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那只海豚朝着落水的哈利 飞快地游去 天啊 那只海豚要干什么 它不会是要伤害哈利吧 然而 海豚游到哈利身边后 一下子潜入水中 接着 它浮出了水面 而哈利正稳稳地趴在它的后背上 它驮着哈利在大海里 时而东 时而西 高兴地嬉戏游玩着 天哪 它们这是在耍杂技吗 是啊 这只海豚究竟想把那只狗怎么样呢 噗 我想它们是在那里游玩 你们看 哈利 它高兴地直腰尾巴呢 众人一起朝海豚背上的哈利看去 果然 它正在不停地摇着尾巴 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海豚驮着哈利 在海面上转了几圈后 便朝海岸游来 游到潜水区后 哈利从海豚背上跳了下来 然后自己回到了岸上 哈利 你刚刚怎么那么不小心 真是吓坏我了 真是不可思议 它们之间竟然还会相互道别呢 是啊 看来这只小狗和那只海豚 真的成为了朋友 从那天起 哈利便天天来到海边 等待着海豚 而海豚每次看到哈利 便会发出独特的海豚鹰 它们竟然真的跨越了物种 成为了朋友 哎呀 那只狗怎么掉进海里了 要赶快把它给救上来啊 不要紧张 那是我的狗哈利 它正在和那只海豚玩耍呢 什么 你说你的狗和在海里的海豚游玩 没错 它们可是一对好朋友呢 天哪 这怎么可能 狗和海豚 竟然能成为好朋友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很多人都不相信 不同物种之间会存在友谊 可事实却摆在眼前 让你不得不相信 它俩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看到它俩 在海里玩好几个小时后 才知道 它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你说这只狗 能在海里玩好几个小时 是的 没错 天哪 这怎么可能啊 它会因为体力不知淹死的 你说的没错 在海里有几个小时的蛹 对于哈利来说 的确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不过你可别忘了 它的朋友是一只海豚 它的海豚朋友会帮它的 是啊 真是很难想象的 海豚和小狗 在海里玩耍着 小狗哈利显然玩得太尽兴了 它距离海岸 已经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突然 它游动的速度慢了下来 而且开始下沉 哎呀 你们看 那只狗体力不支了 是啊 很明显 它没力气了 距离海岸这么远 它怎么游回来啊 它会淹死的 你们放心好了 我不是说过吗 它的海豚朋友会帮它的 果然 就在哈利要沉下去的时候 海豚飞快地游了过去 然后潜入它的身下 用头将它顶了起来 然后就这样顶着它 朝海岸边游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绝不会相信 一只狗会和海豚成为好朋友 是啊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是啊 它们的友谊 就是连大海都难以阻隔呢 每天 人们都会看到哈利 站在半山腰 静静地眺望着大海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一样 忽然 它像发了风一样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奔向海边 一头跳进大海里 兴奋地 和从远处游来的海豚朋友 在海面上玩耍 咦 真是奇怪 今天那只海豚怎么还没有来呢 哈利 看来今天你的海豚朋友有事情不能来哦 这样吧 哈利 今天我陪你游泳 好不好啊 哈利 以前我看到你俩在海里游泳 就忍不住想跳进海里 也痛痛快快地游一场 你等我一下 我去换泳衣 不多时 画家换上了泳衣 他和小狗哈利 在海里游来游去 哈利显得很兴奋 不停地朝深海方向游去 哈利 你等等我啊 我可不是海豚 追不上你的速度 哈利听后 扭头朝着画家 汪汪叫了两声 似乎是催促他快一点 叫完后 他继续朝深海那里游去 这可哈利 我是有不过他了 说着 画家甩动着胳膊 不停地往前游着 海水越来越深 也越来越凉 不知不觉 他已经游到了深海 画家看了看 岸边已经距离他们 有一点远了 哈利 不要再往前游了 我们该返回去了 这个哈利 他还在期盼着海豚的到来呢 哈利 他今天不会来了 我们回去吧 否则一会儿你没了力气 我可不能像他那样 把你带回岸边哦 就在画家准备转身往回游的时候 忽然 他觉得脚下一紧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拉着往下拽 凭借着多年的游泳经验 他意识到自己被卷进了海底的暗流了 不好 这里有暗流 我得赶快脱离这里 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一旦被暗流卷入海中 那是非常危险的 一排排汹涌的海浪连番向画家袭来 他觉得胸口发闷 喘不上气 四肢激进麻木 怎么也使不上力气 画家欲哭无泪 他彻底绝望了 完了 今天我就要淹死在这里了 海面上找寻不见自己主人的哈利 显得非常焦躁 他不停地在海面上徘徊着 狂叫着 然而却依旧没有看到主人 哈利显得越来越急躁 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似的 叫声越来越凄惨 海水中画家不停地往下沉着 隐隐地他听到了哈利的叫声 哈利 哈利快离开这里 小心别被这个暗流卷进去 再见了 哈利 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 就在画家彻底绝望 默默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 突然海水中出现了一只大鱼的身影 那是什么 是海豚 是哈利的朋友来了 它会救我吗 以前海豚救人的故事有很多 我也会那么幸运吗 那只海豚飞快地冲到了画家身下 它动作十分敏捷地 用脑袋拖着画家的身体 然后朝海面上游去 画家明显感觉海水的压力变小很多了 自己的胸口也顺畅许多 四肢逐渐恢复了力量 瞬间 这只海豚已经把它从危险的暗流中送到了安全的海面上 哈利看到被海豚救出来的画家后 高兴地汪汪叫着 飞快地朝这里游了过来 海豚也朝着哈利发出了一阵阵叫声 接着他俩一起陪在画家身边 一路陪伴着他来到了潜水区 终于画家走上了海岸 然后疲惫地一下子坐在了沙滩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了起来 哈利此时急忙跑到了他身边 然后围着他不停地摇着尾巴 而海里的那只海豚看到他们上了岸后 高兴地叫了两声 之后他转身朝深海方向游去了 看来他今天真的有事要忙 哈利 如果不是你当时大叫将他呼唤来 今天我可能就会淹死在海里的 海豚